这场美国影集里用冰锚射下空中的飞龙 曾经的亚洲四小龙 台港新韩似乎也成了凋零的腐乎 最重要是人口红利的问题 其实从最早日本高龄化少子化开始 你就发现日本有经济失落的20年30年 后面亚洲四小龙其实都跟进了 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三元素 除了人才和创新还必须要有资金 政府为了再强化 本来就是强项的半导体和面板产业 将投资1.5兆台币振兴经济 像是三星电子计划在2021年前 砸21.4兆韩元新建OLED面板厂 SK海力市则是目标在2024年前 打造NetFlash快闪记忆体厂房 LGD更要在三年内花15兆韩元建OLED厂房 最主要是中国未来在记忆体的发展 将会从无到有 那么会在明年开始进入小幅量产的一个阶段 那么未来都可能会比较威胁到 南韩在这部分记忆体的一个竞争力 南韩政府主导拼经济 反观台湾对产业的扶植 在专家看来确实力道不足 科技部的部分也提出了半导体的涉月计划 那么预计4年40亿 那么主要是要建立AI 人工智慧晶片 那么显然目前在台湾的政府 这一部分的扶植的讲述 那么事实上是比较偏弱一些 台湾好像有点在发呆的感觉 而且好像有点在原地垛步的感觉 政府的思维好像慢了好几拍 南韩点火大投资案 台湾却慢半拍 政府再不失点力道 恐怕真会成为发呆的老虎 东森财经新闻 杨金城维又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